欢迎大家来到Daisy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我感觉是女生永恒不变的话题 就叫做美白 那这个话题是怎么样想到要做呢 是因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可能很少 就是因为来新西兰之后比较少 就是在国内的 就包括微博也有很久都没用过了 所以没怎么发过照片什么的 那最近因为开始做YouTube频道了嘛 我同时也在bilibili和那个Youku在发 所以就有以前的就是小学中学同学 就开始问我了 说Daisy哎呀好久不见啊变漂亮了 是不是整容了呀 然后我当时就想 为什么会问这个话题 我看起来像整容了吗 后来我回想了一下 我翻看了一下以前的照片 嗯貌似确实有很大的变化 那么让大家来看一下 以前的Daisy是什么样子的 那因为我是非常爱户外运动的 所以从小到大呢 再加上可能天生的时候皮肤就比较黑 所以大家从小是叫我黑妹的 这个外号一直跟着我度过了小学吧 所以基本上我认识的小学朋友都是这么说 去年五月份回国的时候也是 就好十几年不见的这些小学同学也会觉得 都问我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你现在变得这么白 我倒不觉得我现在特别白 但是如果就是你对比完了之后 会发现我比以前确实白了非常多的一个度了 那这个我觉得归功于什么呢 归功于护肤 我感觉女生真的要对自己好 心情好是一部分 然后那之后生活状态是一部分 另外就是真的一定要护肤 这个护肤的差别 就是不管是我本来的皮肤质地是OK的 但是就是在颜色上面 还包括这个就是质感上面 可能真的是觉得这么多年的护肤的一个变化 非常让我觉得欣慰 因为来西西兰的第一年我是Working Holiday来的 所以那一年呢就是来的时候我还经常会去 就是我来之前还去马来西亚去潜水来着 因为我考那个Open Advanced的那个 就是潜水执照嘛 所以当时呢是晒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是完全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有一件事情是很麻烦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重要 但后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 以前从来不会觉得要防晒呀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我爱户外运动又爱出去 但从来不防晒 被晒伤了呢就是对我来说 因为我可能贴身皮肤比较黑 所以晒的话也不会说真的是晒脱皮 那么的那种晒伤 我的晒伤就是说就是我的皮肤会更加的黑 我给大家找一张啊 就是我可能最黑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看完了这个就是你能明白就是如果你爱户外 又爱去晒太阳的话 好像晒黑是一件就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一种生活 因为你觉得皮肤加深了 你的阅历加深了 你的生活经验都充富了 可实际上呢我发现就是那个当然那年是09年 那个照片是09年在马拉西亚拍的 然后那一年因为我又去爬山又去潜水 就是完全性的暴露自己在阳光底下 回去之后的冬天我发现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变化 就是以往的冬天我可能会稍微白回来那么一点点 但那个冬天白不白我都不太介意了 就是那个皮肤什么颜色都无所谓 但当你看见你的皮肤是那种松弛的你知道吗 然后那之后就是没有弹性没有光泽那种感觉的时候 你是非常的心疼自己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觉得 我可能应该要涂防晒的 然后我又开始想说那怎么样我才能就是 不说要多么的白 因为从小这样大其实我爸一直跟我讲 一白遮白丑吧 就是中国的古话 我也不会特别建议 但那个时候当你看到那个皮肤的松弛感 你就觉得它没有光泽看起来像那种老年妇女的那种皮肤的时候那种感觉 我其实真的就是下定决心 我一定要做点什么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开始了我的美白之路 那然后呢我就开始 一开始就是会开始用一些基本的一个 就是相当于护肤的步骤 我记得我最开始开始的时候是考虑的是从线币还是从就是科研室 Kiehl's开始 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比较敏感的 而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像比如说 比较简单的一些成分呢 或者是说就是很多人当时也是在推荐嘛 而且本来就是这个价位上 我觉得说实话作为一个大学生 能接受的那个已经算挺高的了 所以当时呢就在看那个 当时国内还有一个就是牌子叫白草吉 我记得我印象也比较深刻 那个时候那个面膜挺火的 所以慢慢的开始摸索 所以我当时也入过那个就是Kiehl's的那个美白精华 然后包括它那个VC的美白的那个就是水 我也用过 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来西西兰的那个时候 就因为前面的两年因为在咖啡店上班 就是好像也不怎么觉得 然后突然间就是当我看见我满手都是那种就是军裂 你知道吗 因为做咖啡和那个chemical那些化学物品 因为你要洗机器啊什么的接触的原因 所以就觉得那个手的那种军裂也是让我受不了 所以也是那个原因促使了我 当然我内心里也是喜欢护肤化妆品这一块 所以就开始从事化妆品这个行业 那么在就是从事化妆品这个行业 这么三年多的时间里面 我感觉我的皮肤颜色真的是变了很多 然后现在如果大家仔细看 会发现我的脸跟脖子都不是一个嗓吧 这是让我现在最崩溃的一点 那么我们讲了那么多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这个美白呢 因为作为黄皮肤嘛 我觉得其实美白的话就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不是就是说你想象中真的就是两三天就结束了 因为即便有些产品你用完了 可能你短时间内已经提亮美白了 但如果你不持续维护的话 你过一段时间会回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环境就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对我们是有影响的 那么就是在美白这方面一个要做的就是外界的 因为美白无非就是和黑色素就是做抗争嘛 那么一个就是防止它的生成 它怎么会生成呢 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吧 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的皮肤呢 它其实是分为就是不同的层次的 那么最上面的这个表皮层 然后下面有真皮层 就是这些如果你划开流血的话 可能就是真皮层 那么再往下呢是皮下脂肪层 那么这样子呢 它的这个色素的成见呢 一般是从表皮层产生的 那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斑点呢 其实是黑色素 它是一种叫做黑色素细胞的皮肤细胞制造生成的 它的存在呢 本身是为了就是帮我们过滤掉那个UAB 然后帮我们保受就是保护我们不受那个阳光紫外线的伤害 那么它整个一个形成过程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母细胞慢慢的发展 然后一直到做那个烙氨酸 然后完了之后再变成作巴 然后再释放的黑色素细胞 那么这样一个长长的过程当中呢 现在美白的趋势也就是 包括我们自己也是 更多的是在于就是阻断 让它没有办法自己下一步 或者是说我们可以回到最原始的 直接是阻止它这个黑色素细胞的生存 那么我们平时呢 其实就是正常情况下 因为我们的皮肤底层嘛 它那个就是再生的角质细胞 之外的这个就是有点像黑色火焰的这个黑色素细胞呢 它平时是正常的量 但是包括就是它里面呢 都是这个那个烙氨酸呢 它平时都是正常的 但是可能有时候会因为就是某些外界的刺激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就是日晒呀 荷尔蒙啊 包括一些就是可能有时候用了就是含金属的一些东西 或者是说自由基啊 包括有时候吃了高端三摄入这些 都有可能会变得就是就是让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加速 或者是增加聚增这个爆量 自己而言的话 我觉得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基础的 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防止那个纸外线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 另外一面呢就是抗氧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会从就是防晒这个方面先开始讲 外面的太阳就是最恐怖的一个地方 那在来西西兰之后 我发现这边的太阳非常的猛烈 就是晒伤就是很多人因为这边皮肤矮的那个几率也挺大的 所以在这一块上的话 我平时就是防晒值一定选的挺高的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你记得你出门防晒一定要配合着 就是比如说 因为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SPF这个东西的吧 不是说你看到SPF最高 你今天一天就完事了的 因为SPF它其实是指的 就是说你被晒伤的 它给你延长的倍数 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有一个东西它是SPF30 那它说明什么意思呢 就是平时你可能是10分钟被晒伤 SPF30就是它30倍 也就是说300分钟的时候你会被晒伤 那也就你这么换算下来的话 哪怕是SPF50 你也不可能说早上涂完了之后 你就不管它了 因为500分钟合下来也没有就是一天那么长 所以这个东西是算是一个误区吧 很多朋友都经常会问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有很多人是告诉我 说我可以买掉SPF80 是100的 我说实话SPF太高了之后 我自己都会怀疑它的效果 因为你想啊 它就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化学一种是物理嘛 一种是通过反射 然后一种是通过给你形成保护 然后抵制它的那个就是太阳分那个辐射 但实际上当你使用的时候 SPF越高 往往它这个东西的质地就会越厚 然后你的皮肤的负担就会越大 所以我其实建议就是一般情况下 SPF50就已经足够了 那我个人的话就是用的一些产品 我一会跟大家讲吧 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让大家觉得 好像我是来买东西或者推荐什么的 我是真的就是用完了之后 就是你用任何东西都可以 只要你用的好 然后像美白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就是像护肤 就是像就是你擦的这个部分 那么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建议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美白它是一个过程 你不能说你因为美白 你就只用一样东西 其实它的护肤 你整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区间 就是你必须有正常的一个步骤 然后相当于你own routine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步骤 比如说你可能去洗完脸 要做爽肤水 或者是说揉肤水 然后做你的保湿 等等这一系列 美白呢只是做一个additional treatment 是加入在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不能取代其他的东西 所以你护肤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皮肤其实是分层的嘛 它如果就是那个 moisturized barrier 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修护的话 其实你再多的好东西也是下不去的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 护肤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 你在这个基础上再来做美白 也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人的话 保湿非常重要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来做美白 那现在市面上美白呢 有很多不同的东西了 大部分的话无外乎是说像VC或者是其衍生物这样子的 之前我有一个视频提到的那个VC的那个精华 还有包括那个结盐粉就是那种类型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提到的就是像酸类 比如说像取酸的各种酸的水阳酸的各种酸类的 这是另外一类 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一些成分 那么这些成分有什么区别呢 我就给大家随后再简单的提及一下 我这个人吧 就是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就有各种想法 最后我还是决定给大家列举20种就是美白成分 那么首先呢让我们来看就是我把它分成了两种 一种呢就是说它是预防 也就是说它本身呢就是抵制一只黑色素的这个形成 从而呢预防这个发生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有斑了 这些东西对你的效果就不是特别大 但是一般情况下它都就是美白的这个成分 它都不是单独使用的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的就是市面上的美白产品 它都是综合的就是好几个成分在一起使用 那么橘色的部分我标注出来的呢 就是说它主要是说抑制 并且就是促进已经产生的就是像斑点这样子的退化 所以它就有去斑的这样子的功效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就是1到6 我这边排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是顺手这么排了 1到6的话它主要是维生素C的这个衍生物 那么维生素C它的衍生物呢 它其实是因为它的结构啊都是不太稳定的 就是因为那个阻止维生素C嘛 所以通常都会通过衍生物的方式来存在 它主要的功能是抑制氮酸酶 以及还原黑色素并淡化以形成的斑点 从而呢就是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衍生物呢并没有就是那个光敏性 就是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晚上是才能用 白天是不是不能用 其实无所谓的 就是一般情况下维生素C的这个衍生物 就是白天晚上都是可以用的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 就是那个维生素C0 这些基本上我觉得大家看一下 那个就是产品的ingredients 就是那个成分表都可以看到 那么中间呢我想提到的几个 就是一个是那个就是抗坏血酸刺液中吕 等等等等 就是换而言之就是脂溶性 我先注入C 这个的话它是属于药用的 然后而且呢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平时现在 如果在选购的时候看下一个 就是叫那个脂化C 这个是就是相当于是它的衍生物 那现在这个呢是比那个之前的那个就是效果还更好 而且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是 呃都是有已经有口服的了 不只是说就是就是外敷的 那么再往下看的话 我还想提及的几个就是像 呃我们那个什么柔化酸呐 传明酸呐这些都是比较就是经典的了 那这些都是呃这个柔化酸呢 主要是从就是像什么蓝莓呀红 呃红莓呀野莓呀十六啊这样子的就是提取的 另外一个传明酸呢也是就是比被大众所熟知的 那么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新一代的传明酸 它叫做传明酸十六碗基耳质 这个的话就是呃它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的表皮渗透力呢是传统的 就是那个传明酸的九十七倍之多 可以一次就是锁定肌肤的三个作用成面 然后从而呢它非常的就是能抑制那个黑色素的生成 呃主要是就是有效的控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是现在我会推荐大家 就是重点看的一个成分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那个加氧基水阳酸 它其实是也是一个药用的 它能让就是肌肤最表层的脚肢健康的 让黑色素排出提升私欲力 呃那么再往下呢是就是那个一个新的 叫做本乙期间本二分 Oh my god 呃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新原料 那么它的活性呃是就是 就是它是说它是活性就是最高的 就是那个氯氨酸酶抑制剂之一 它的效用呢现在是取酸的二十二倍 有效的那个抑制黑色素的活性呢 是取酸的二百一十倍 美白效果呢是那个熊果干的七千倍 所以这样看的话这个原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也是推荐给大家 然后可以去就是在采选的时候自己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聊的这个成分呢 是叫做呃 仁二酸又叫做杜鹃花酸 它也是药用的 有美白消炎杀菌去豆和抗氧化的效果 这个想跟大家提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 它对就是调理矫质 封闭性的粉刺啊 炎症搓疮啊都有挺好的效果 那这个就是如果大家就是有这样子的需求 也就是注意看这样的一个成分 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是对本二分 呃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子的 它其实是呃 就是大家有很多争论了 呃然后呢之后会觉得说 因为它带有毒性呢 有些亚洲地方甚至都是不让它上的 都是禁用的 但是只要是说它是低浓毒 然后短时间之内使用的话 是可以安全美白的 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我们要说的是呃 瓷西木兰唇 那么这个呢它是以白玉兰为原料 然后提取研发而成的 它这个成分呢也是说就是早期抑制 再加上后期就是 相当于啊堵断它的形成 那这个好像当时我看好像是说 它花了13年的时间研究而成 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会推荐大家去看的一个原料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乳酸 那像这样子的呢就是乳酸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在大部分的乳制品当中都是有的 它是也有是淡化斑点美白的效果 然后另外提到一个是维生素B3 啊这个又叫燕碱酸烟酸 它的作用呢也是就是很不错 但是这里就提到一点 就是因为它有时候可能会就是 那个pH值会变 然后所以说如果你特别敏感 风雪丝的话就是不要用这个 剩下的三个像取酸啊 冬果素啊 羊干菌提取物呀 还有包括最后那个耳饼肌连本二唇 嗯天哪这些名字真的让我够了 然后所以我还给他们标了号 就是方便我们就是能提取到我们需要的内容 那么这些呢都是说在预防上会都很好 我感觉吧自己已经过了 就是一开始追求品牌呀 或者是追求就是 嗯感觉好像效果一定要快呀 我此刻可能更看重的是就是成分了 所以我也推荐大家就是在现阶段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过程之后 互美吧还是就是追求一下成分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能就是对症取药吧 那么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 其实加入的一款精华 就是那个蓝色精华 那这个现在我是加的做成基底在用 那这个东西的质感可以跟大家看一下 嗯我因为我在签币工作的关系我最近就是三年吧 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签币的 那么我平时也会加那么一两样东西在里面 就是为了保证它整体系列的效果更好 那么这个基底精华就是我会推荐给大家的 那么它呢就是采用的就是那个三大活性的这个就是 长寿地区的这样子一些好的东西会让就是你的皮肤的话就是相当于 所以怎么说呢它主要是作用于让它吸收更好 同时能改善你的就是肤质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再来试擦一下是什么感觉 大家能看到它的质地是很胶状的 很水润 那么它呢就是取了三个活性成分是在就是Blue Zone 就是世界上最长命百岁 就是寿命最长的这样子的地区 然后是Costa Rica的Green Coffee 就是绿咖啡 还有那个Italian的那个Oliver which is橄榄 然后就是意大利的橄榄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一个地区 然后我们俩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 哇 看到了吗这个结果 差距是巨大的 这会儿的水分一下子到了57.1% 油粉是18.2% 刚才是30% 就是提高了20%多呢 那么我们让它静置一会儿 然后再来看 同时呢还想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斗印的事情 就是有朋友问到我说 如果我有斗印 如果是红色的 就是用美白的产品可不可以 其实如果你的斗印是红色的话 它主要是说就是 它是你的斗斗发炎的时候 皮肤发炎 然后留下了一个情况 那个时候呢 我不是特别建议 立马就是美白美白美白 其实更重要的是就是清洁消炎 然后当然美白的产品 对它有一定的帮助 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你的斗印 是变成那种就是色素沉淀了 就像那种就是棕黑色那种感觉的 那个时候的美白就是会做的就是效果会更好 那另外呢就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就是我说的美白精华了 我现在在用的是它 那这款呢已经是就是现在是双向美白了 它以前呢是只有白管的这个部分 它里面的最主要的成分呢是CL302 然后这个呢是医学上就是证明用来就是去斑的 这样的一个有一个部分 我自己用那个就是以前老版本用了有大概三罐了吧 用了有三罐了 然后这一款的话就是我可能是真的就是我自己特别爱的一个情话 在我在欠僻工作之前我自己就在用 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改善 一开始呢不是说我一下子皮肤变得特别白 而是一下子我觉得就是它那个even就是均匀肤色会特别好 因为如果就是之前看过我就是全裸的那个状态的话 大家会知道我这下面的色素沉淀其实是挺多的 然后完了之后我基本上皮肤的话就是这边有一些晒伤的巴 但斑不是吧斑 然后这边下面的话是会比较就是深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可能也许是因为就是以前在做坏的时候戴帽子 但是只遮到这个位置 然后可能下面因为常年累月的积累 就会颜色色素沉淀会多一些 我用了它有这么久了之后 我发现整个肤色的均匀状态真的会好了很多 那么斑呢就像我讲的 因为就是如果你觉得美白已经不容易了 那么就是去斑是一件更难的事情 那么在就是斑这个上面的话 我觉得你要说它真的是没有了吗 并不是我看过就是日本当时就是这个精华推出的时候 日本那边做了一个就是测试 然后就是看就是预防它未来的时间里面的一个状态 那么用完精华的之后呢 它会预防你的黑色素 以抑制你的黑色素 然后完了之后分解它会效果比较好 那么很多朋友还会问就是这款白色的是这个 那这款绿色的是干嘛的呢 这款绿色的是实际上是那个京都萃取的一个就是茶 就绿茶的一个精华 而且我可觉得很好玩的一点就是我很爱这样挤 我看一下我今天能不能挤出来 看到了吗 少女心爆棚有没有 一个心形 哦已经化掉了 对啊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 然后完了之后我就是用它 之前因为我只用脸 现在的话一般形容下护肤 我会把脖子以下一直带到就是锁骨这块的 因为我已经发现它们颜色不一样了 我希望以后也是这样 那就是另外的话就是跟大家说就是 还是我讲的任何品牌都无所谓 你只要找到你喜欢的是一个重点 二一个就是要坚持使用 因为好多客人告诉我说 我用了一罐这个没觉得我的搬销了 我会问他那你有注意到你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因为我自己在用完第一罐的时候 可能最多的变化是觉得肤质的一个提升 然后慢慢的会意识到 哦它的一个就是提亮的一个效果 就是brightening 然后再来才会觉得它是brightening 因为很多人就是在美白这条路上 就大家的期待都真的是挺高的 一有什么精华它也告诉你能提升多少多少 但实际上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 像就是显微镜或者是说像放大镜那样 就是去辨持就是它的那个差别的 因为基本上就是做研究的话 就是他们都不是说肉眼去观察有多大的变化 因为你很难去对比 而且每个人说实话眼睛也不一样对吧 你看到的色度也不一样 所以如果是用仪器去对比的话 那肯定跟你眼睛看到的是感觉是很差很大的 所以就我自己来说的话 这几年的这样子一个美白的效果我能看得见 所以我还是在坚持 然后像这个精华我平时自己就是我比较喜欢吞东西 我现在有一罐然后我另外还有两罐还没开呢 但是我也不建议大家吞太久了 因为毕竟这些东西它都是有保质期的 就是如果遇到促销什么的买是OK的 但还是看一下预期一下 最好是不要超过一年半到两年的计划 因为这样太长了你用的东西也就是老旧的 我自己心里面不太喜欢用那样 那这个东西唯一有一点我要complain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很喜欢这个内容 但是这个双管大家才买到新的时候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很有可能你挤的时候不是两个精华都一起出来 像这一瓶的话我当时记得我起码试了20多次 然后这个就是当时只出白管 好像不出绿管那边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它们有待提升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把这里稍微擦干净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前面因为它不是那个银色的这样的一个金属嘛 我感觉它是后天就是漆上去的 然后就有一次我用的时候就发现我按的时候 发现那个漆就掉下来了 因为大家如果仔细看 发现这个口已经就是退成那个白色了 然后当时擦脸上有一个亮的东西 然后完了之后我自己看镜子 我说这什么呀 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 自己在铅壁工作 我就觉得它有时候东西是好的 但有时候包装设计上 我觉得真的是有待提升 然后这般的话就是说 你选择一个比较好的 适合你自己的一个东西来使用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防晒 我自己在用的呢是Even Better 这一款 这个呢它也是防晒是50的 它的那个就是美白精华是一套嘛 然后我平时的话我很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很薄 我稍微把它抹一抹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有一点感觉像有颜色 但是这样涂完只有一个提亮的效果并没有颜色 它很轻薄 因为我感觉我还是算是偏油的一个皮肤 我可能相当于是就是正常里面稍微偏油一点 因为我基本上不会觉得特别干 很少有就是dehydration 这样就是觉得缺水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样子比较轻薄轻透的质地 我会比较喜欢 因为稍微就是那个敷的东西稍微厚了一点之后 我特别容易抱痘痘 虽然说我很不怎么经常长 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我也要露影我就会偶尔冒出来 虽然额头这里也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就出油 然后造成的 那像这些呢都是擦的东西 那每个品牌都有不同的东西 你一定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 比如说如果你皮肤特别敏感的话 就是特别就是酸性的东西 你要注意一下 但是也还是去试一试啊 我们那么接下来那说一个就是关于就是外腹嘛 是外腹内腹 然后一个呢就是我推荐大家吃含维C多的东西 像什么橙子呀 奇异果呀这类型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柠檬 柠檬大家都会知道它含维C也很高 也特别好 大家平时可以拿来泡水喝 我喜欢加蜂蜜柠檬水 是因为我本来这咽喉就是有麻吉咽咽吧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觉得特别好 我也很就是爱喝它 我觉得喝习惯了也不会觉得算 我记得小时候我是特别讨人 任何东西算的我不能吃 就不能闻 然后柠檬也是就是一点点我都受不了 但女人嘛为了买什么都可以 所以就是在经过几年的这样子一个习惯的一个就是养成方面 我现在喝柠檬水也是非常喜欢的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推荐的给大家的是像什么 一人就是比如说一人红豆呀 然后包括那个银耳莲子这样子的东西 还包括就是很多人会像喜欢用的一些就是什么泡腾片一类的就是还包括外服啊就是维C这一块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的话 怎么说呢就是你内服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就是像比如说朋友们还会推荐说什么就是一些包括加热蛋白呀都是可以的 那最后呢想跟大家说一个是关于衣美这一块的 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地方都在做类似什么美白针啊等等等等 还有时候是有那种什么光子嫩敷极光美白这一系列的东西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我个人就是说比较倾向于尽量不去动到这一块就不要去 那也不是说就是完全say no了 大家可以去就是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听听前人的建议呀或分享啊什么的 那在就是像很多人不是打完那个美白针就是觉得自己都变了很多嘛 但那个东西都是需要你长期去打的 那么这个东西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我觉得这是很难讲的 这种东西的话短时间内你也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tips吧 就是反正任何时候选择的时候都稍微谨慎一下多对比一下 那在这一块上的话我还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就是那个就是光子就是电疗去斑的那一块 我本身自己并没有去尝试过但是我妹妹有去过 就是激光它相当于是把你的上面的那层皮肤打掉 然后那之后让新的这样长出来就它来说的话我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是想要去胎记 所以如果看你的就是你的色素沉淀不是特别深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效果的 但那个的话会稍微有点疼而且会不需要反复的去做这也是一个问题 那再来呢就是想跟大家说美白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 那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把护肤美白这样一个跟上 另外的话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或者是也不一定是你喜欢就是有一点动力来做运动 我觉得就是这方面能加速你的就是皮肤的新生代谢也会对你整个皮肤的这样一个状态修护会好很多 那么做这个频道还是那句话就是希望能交更多的朋友 我这边的话也是希望就是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东西 所以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东西有点用的话给我就是点赞 或者是说就是在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朋友好吗 那我们下一次见啦 拜拜 亲爱的们谢谢观看 最后推荐两个网站一个叫做美的修行 这个里面可以查产品也可以查成分 还可以查相关成分的产品 另外一个是这个台湾的这个Costia 这个就是Cosmacy DNA 然后它也是就是能查单一产品 相关产品和产品分析 然后大家感兴趣都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Also 陆 Something 这个前方再说 cleements 一个五个歌 大な上 前面